哇 严正林是回来养老的吗 在以前呢 有网友呢 经常说这个严正林啊 是回来养老的 那么这个对不对呢 是完全不对 严正林对国家也做过很多贡献的 比如说呢 介绍中国的科学家到国外去学习 把国外的项目呢 拿到国内来 所以说呢 他跟丁家庭的区别就是 回来的时机啊 不一样 报效祖国的方式不一样而已 那么严正林呢 还做过一个事情啊 当年他回国的时候呢 周总理就问他 就是有什么东西呢 可以提高我们国家的国民素质 严正林啊 就推荐了个杂志叫做 科学美国人 那么引进到国内了以后呢 就是环球科学 当年刘慈欣呢 就是看这个杂志啊 写出了三体的 那环球科学还引进了一个少年丸的科目杂志 叫做万物 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杂志 我们小学一念之后就开始开科学课了 但是很多科学老师说老实话 并不太会上科学课 因为之类的不足 算是死之因被 让孩子对科学失去兴趣 给孩子订上这么一本科学杂志的话呢 孩子一定会死亡上科学 兴趣啊 才是学识字母 现在订购 还额外赠送一本 2019年的环球科学杂志点视频中的小环车啊 就可以购买的 得音